歌手王菲的演唱会周日是最后一场 不过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的插曲 原来王菲在舞台的右侧要升空的时候 他的钢丝卡住了 他在两层楼高的地方不但是动弹不得 这钢丝还剧烈的晃来晃去 让王菲在半空中有一点紧张 不过他还是非常的镇定 大叫了一声没事继续 继续他就在空中硬钉唱了三分钟的歌曲 快去尝尝能死你 天文王菲在台北演唱会的最后一场 嘴里唱着天空可真的飘在半空中 因为钢丝卡卡卡 他那个绳索本来预计是要往前移动 但是就是可能机器出了状况 所以他就卡在半途这样 他好像有叫了一下 他本来以为会没事 可是其实那个道具就晃得蛮厉害的 刚才停住的时候 他没有太慌张或什么 然后下来也跟大家说他没事 王菲坐在场影要从舞台右侧升起 没想到二楼左右的高度却卡住了 应该转90度角 转向观众没成功 舞台上出现了三名工作人员 努力调整钢丝角度 想造成道具与剧烈摇晃成45度角 下载上头的王菲脸色惨白 硬撑三分多钟 演唱会散场 歌迷还继续在外头 议论纷纷 就叫出来的 他就这样啊了一声就很紧张 就很怕很怕掉下来 你知道吗 然后他看起来脸色也很糟就对了 就惨白 后来他下来以后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 没事继续 王菲很惊艳卡在半空中 还是照唱 只说没事继续 让台下观众捏了一把冷汗 现在掌声不断 要替天后加油 窥为六年再度来台开唱 却意外遇上这样的差距 演唱会结束没多久 晚间十点十七分 王菲立即在微博写下心情 人生两个大波折 就算在台北过了 晚安 感谢观看